宇宙無限, 世界浩瀚, 上次天文地理, 下次人民科學, 李偉才博士, Jeffy, 浩浩雙雙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聽和收看今個禮拜的浩浩雙雙 不過有一個不太好的消息, 才告訴大家 其實今集的浩浩雙雙, 應該是過去五年多來的最後一集 暫時要和大家告別, 因為大家可能都知道, 隨著蕭生退休 其實迷不迷, 慢慢所有的節目都會結束 和我們大家分了一半時間的讀藍科學館, 可能你們都知道已經結束了 今天對我來說, 我知道會很快結束 但今天來錄音才知道, 原來都已經是最後一集 對Jeffy來說, 似乎更加更加猜疑 因為他一直沒有收到封, 因為我之前也收到下方 首先在這裡非常感謝大家, 這麼多年來的不離不棄的支持 新知舊雨, 有些可能真的支持了五年多 其實我今天這麼巧在旺角陪朋友看音響 才有一個朋友走過來跟我打招呼 後來還一起拍照, 他說是最近才發現有這個節目 但他說幸好有YouTube 他就上YouTube狂看, 看回舊的 但真的想不到他剛剛發現這個節目 但其實這個節目就暫時要結束了 就是所謂天下無不散之言直 大家亦都不需要太過傷感 很多我的老友記都在說, 是否用其他形式延續呢 我都在想, 很多人都在說, 現在所謂Facebook Live 對, Facebook Live 自己拍攝也可以, 在家裡拍攝也可以 我都在想, 其實又想休息一會 但當然在家裡拍攝可能不需要一個半小時那麼久 稍微短一點, 壓力沒有那麼大 但另一方面, 這裡講了一個大的環境是怎樣 另外, 亦都是非常感謝, 我剛剛差不多一個月去了旅行 又是有些老友記, 仗義幫忙, 拔刀相助 首先, 多謝麥永康的Ringo, 大家很熟悉的 他來幫過我好像很熟悉的 即是我不在香港 今次他都是說, 他現在近這幾年 就是躺身下去的, 就是社會企業 Social business 請了兩個朋友上來, 跟大家分享這方面的心得 經驗 另一方面, 另一個老友記 就是欣偉健 就是Nelson 我們叫Nel Nel 他又請了另一個朋友來, 跟他們兩個一起講什麼 講危學 你現在有沒有留意那一集呢 知不知道什麼叫危學 危學, 危機是危 不是危機是危, 企人哪一個兒童的兒 即是偽康 對啦 沒錯 那你知道呢, 那不只偉思理 當然偉思理是主打 但其實幾十年前已經開始有金學 當然 對啦 當然 再早一點 超過一百年前 就已經有熊學 最出名的 就是熊流夢 所以熊學 金學 現在呢 就是危學 那就是危學 那就是 Nel Nel 就上來 跟大家分享了 危學 那 好了, 今集呢 就是我回來接回 其實呢 這個主題呢 就是講我 就是最近去了幾個星期 就是去北歐 但這個北歐呢 又不是很典型的北歐 因為我心目中呢 就想著北歐呢 就馬上想到 就是最北的三個國家 就是如果打開歐洲的地圖 知道呢 就是最北那裡 有一個很古怪的 很合場的 好像羊背頭 或者你現在就像的 Alien 那個頭 那樣的 叫做 堪斯的那維亞半島 Skandinavia Skandinavia 那就是主要就是三個國家 最西面的 也就是最頂的 就是挪威 進來中間的就是瑞典 再向東面一點的 跟俄羅斯接釀的 就是 考你了 挪威 瑞典 芬蘭 芬蘭 跟著就是俄羅斯的 跟著就是俄羅斯的 所以呢 那個羊頭 或者現在的Alien頭 就是挪威、瑞典、芬蘭 那就是堪斯的那維亞國家 有時候叫做Nordic Countries Nordic Countries 當然有時候北歐都會包括下面 就是什麼 就是丹麥和荷蘭 但是這個就 問哪些 其實北歐我心目中就有幾個 但是這次呢 我們都去了一個 就是挪威 所以是北歐 但是還有一個 比挪威差不多還中北的 當然未必比挪威最北那裏 挪威最北那裏 挪威最北那裏真的好北的 就是冰島 但是呢 也都去了 愛爾蘭和蘇格蘭 當然也都去了英格蘭 因為我們的飛機是飛倫敦的 所以當然要經過英格蘭 但是就沒有在英格蘭 就是倫敦都沒有玩過 基本上就是 都玩過一個城市的 就是倫敦以南的 就是專門開船的地方 就是那些郵輪的碼頭 叫做修咸頓 修咸頓 好了 逐步逐步說吧 首先呢 其實北歐是我幾十年來很想去的國家 其實當年我記得 女兒御科畢業 那時她剛剛中六、中七 她都有提過 想去哪裏呢 其實她很想去北歐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那裏有一件事 差不多第二度 很難看得到的 很難看得到 望上天看的 而且是晚上看的 是否北極光 是的 沒錯 俗稱叫做Northern Lights 即是北極光 如果是南極光 就是Southern Lights 但其實正名 如果按照希臘文 我也不知道是拉丁還是希臘 可能是希臘 就是叫做Aurora A-U-R-O-R-A Aurora就是極光 但如果是北極光 就是Borealis 因為Boreal就是北方的意思 但如果是南極光 就是Aurora Austral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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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南方的意思 就是南極光 即是澳洲 Austral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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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南極光 那時阿呂就說很想去 但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只要去北歐 好像比較寡 很多地方都沒有去過 而且很想阿呂有機會去看西方文明的源頭 就是希臘 即是希臘半島 亞典 所以那時我最後就選了一個旅遊團 十二天 但我到現在看回頭 我都非常之滿意 雖然是十二天 但它很濃縮很精華 就是去了希臘和土耳其 土耳其 很多人覺得 跟希臘好像很不同的國家 但原來在古代 其實希臘的勢力 或者是板圖 是及於現在這個土耳其的西岸 甚至土耳其 後來羅馬帝國也去到那裡 所以我們竟然去到土耳其 去看一個羅馬帝國時代的古城 或者是一個廢墟 但也很完整 叫做以弗所 以前土耳其算是羅馬帝國 是羅馬帝國的部分 就算是古希臘時間 當然很出名的一個 叫Jason and the Argonauts 就是去拿金羊皮 或者金羊毛 神話傳說很出名 其實他說去那個地方 原來就是土耳其那裡 另外一個更加出名 河馬 即是古希臘的一個盲眼的詩人 現在差不多三千年 他的兩大史詩 一個是伊利阿特 一個是奧德塞 伊利阿特裡面 其實是攻打特洛伊城 Troy 最後攻了十年都攻不入 最後用的招就是什麼 就是木馬 對 就是木馬 那些Troy的人很開心 你攻了十年都攻不入 你現在就是壞壞的認壞 走了 但是有隻木馬留在那裡 我們就當作戰利品 抓了進來 誰知道原來木馬裡面 就藏了一些士兵 進來晚上他們在那裡喝酒慶祝 最紛紛的時 就出來殺了他們 開城門 於是他們就回到來 這是最著名的木馬圖城記 而這個Troy在那裡 其實就在土耳其 即是西岸 所以當年我們去了希臘 土耳其 就沒有去到北歐 現在眨眼 那時候是2011年 現在是六年多前 六年多前 今次我跟太太去了 還有我姐姐 我姐夫 還有一大群朋友 但是這次的行程 就很簡單講講給大家 因為它是一個郵輪 就是在倫敦以南的修咸頓這個城市 就是郵輪碼頭出發 一路先就會去挪威 去挪威有兩個城市停 然後去完就去冰島 去完冰島 然後才回來 去蘇格蘭 即在英倫三島最北的地方 蘇格蘭就停四個站 然後才回到修咸頓 那就是十五天 在船上就十四晚 都挺長的 郵輪 郵輪 郵輪的最大好處 就是不用執行李 不用慢慢轉到酒店房 執行李 真的很痛苦的旅行 郵輪去到 你明知住十四晚 一去到 全部攤開了 所有行李箱打開 拿出來 因為它有很多衣� 衣架 櫃桶 全部放出來 那你就十四晚之後才收拾 這個就是坐郵輪的最大最大的優勢 其實就是這個 當然它最大的缺點就是什麼呢 就是它玩來玩去都是玩沿岸城市 而且那些沿岸城市都不是深度有的 因為它通常很早去到八九點下船 但是它有時四點多就要上船 最遲六點左右要上船 五點半六點 然後呢 就是 然後呢 那一輛船就開新的了 即它留是留大半天的 那不是吃東西可以吃在裡面的那些 不 下午可以在那裡吃 下午可以在那裡吃 但夜晚呢 通常是上船吃的 那它唯一呢 今次這個行程 那一輛船是留在那個 港口或者城市的碼頭過夜的呢 就是冰島的首都 就叫做雷克雅美克 叫做雷克雅美克 其餘的呢 其實它都不在那裡過夜 它全部是 在一個行程之中過夜 其實這個好處的 就是 因為你 節省時間 你很多時候去完玩完一個城市 如果隔離的城市是近的 你睡一覺就到另一個城市 挺好 完全不需要 有個旅程時間 但是今次呢 其實我們是令到這個行程更加豐富的 因為我們想著 又飛那麼多個小時 要去到倫敦 除了這個郵輪之外 不如我們再玩多一道 很早 我太太和姐姐姐夫 四個人 就已經做了很多功夫 事前準備功夫 就開了愛爾蘭 所以我們提早去倫敦 然後呢 即刻都不進市區了 就在希斯路機場 即刻轉機 飛去什麼 愛爾蘭的首都 有效來 不過多數你都不知道 愛爾蘭呢 其實是一個獨立國家 叫做 Republic of Ireland 愛爾蘭呢 其實我聽他們的當地人 那個導遊 其實真的他的阿字 是很輕聲的 I-R-E-L-A-N-D 我們當然很會認真 愛爾蘭 愛爾蘭 但原來他們 愛爾蘭 愛爾蘭 我們就在那裡是自駕遊的 所以我們做了很多事前功夫 為甚麼呢 因為我們要租車 我們四個人加上行李 很重要的 所以就是一輛大車 就是一輛大車 另外就是每一個地方都要租酒店 另外有些地方 我們甚至是預訂了日二 不過雖然大部份 我們都預訂了一天的日二 那日二就去哪裏呢 那就要解釋一下 你知道愛爾蘭這個島 其實那個島都挺有趣 好像薯仔一樣 但愛爾蘭的共和國 就不是佔了整個島 為甚麼呢 因為它北面 其實嚴格來說 東北一國 就不是屬於這個國家 就屬於哪裏呢 屬於這個 叫做聯合王國 即是英國 即是屬於英國 英國其實我們是一個統稱 其實如果嚴格來說英國 我們說英倫三島 英倫三島 其實很有趣 其實又不是很準確 但我們為甚麼 就是因為分英國 Scotland 和 Ireland 就是英格蘭 蘇格蘭 外爾蘭 我們叫做英倫三島 但其實全部都是錯的 為甚麼錯呢 因為英格蘭 本身就不是一個島 蘇格蘭本身也不是一個島 是黏著的 所以兩個加起來就是一個大島 好 但是外爾蘭 又不是一個大島 外爾蘭是一個島 但其實屬於英國 所謂United Kingdom 只不過是這個島 東北角 一個地方 那個叫做北愛 Northern Ireland 所以Northern Ireland屬於英國 其餘的地方 就叫做 剛剛說過 Republic of Ireland 就是愛爾蘭的共和國 它是一個獨立國家 但這個獨立其實也很痛苦 因為以前也是受英國統治的 已經很多百年了 真正的獨立 是剛剛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 是1916年 大家知道 第一次世界大戰就是1914至18 但是1916年 愛爾蘭的人忍不住 趁這個機會 就發難 就說要爭取獨立 這樣 開始英國當然不給 打 都很流血 但是好像去到 可能英國那時候 都自顧不下 因為First World War 好像去到1922幾年 好像2122年 就開始簽訂和約 到最後 1922幾年 就給他真的獨立 但是他就不能獨立 是 他說我不能夠給了整個島 我說他東北那國 他怎樣都要補回 字幕提供